疫情加上居家学习 国内学子已经将近两年 没有到校上课 好不容易盼到10月学校复课 政府却基于减轻家庭负担 允准学生穿便服返校 叫国内校服制造商和销售商晴天霹雳 尽管如此 业者乐观相信 这一项措施只是暂时性的 校方接下来可能会以 方便管控和整齐为由 要求学生穿校服返校 相信生意在疫情稳定之后 会有所好转 那至于实体店至今 还不获准开店营业 业者只能够通过线上售卖校服 我们这个行业 校服的行业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在网上 他们卖的那些是实装会比较有 我们的在网上 我们有尝试过在网上做 它的那个反应不是很好 因为为什么 因为很多父母亲 尤其是在才进学的那些 才进一年级的那些学生 他父母亲很期待的把孩子 带来我们的店的时候 让他们穿上校服 然后拍照 有那种感觉是说 来这边当场买的孩子 穿的那个校服过后 他们拍的照片来做留念 马六甲校服专卖店业者郑天龙指出 校服因为疫情停课 罚人问津 生意额已经连续两年重挫 如今只能寄望学校复课 次进买气 尽管面对许多不确定性 行业复工也遥遥无期 但他依然积极张罗复工后的准备工作 确保货源充足 以便应对复课之后 可能迎来的高峰期 针对马六甲已经进入复苏计划第二阶段 但政府至今依然拒绝校服制造业复工 让许多同行业者深陷困境 郑天龙难掩失望 并表示现阶段只能够靠政府补贴 咬紧牙关 撑过疫情难关